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买个新的了 哈哈 今天天气真不错 去搬砖嘛 不然今天我和妹妹又要饿肚子了 老板娘 我来搬砖了 好地 机箱子里拿告辞吧 嗯嗯 妹妹这几天好奇怪 总是早出晚归的 算了不想了 继续搬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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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article 我把你从小养到大 天天打工泪成猪一样 真是养了你这个白眼狼 好啊 断就断啊 景晨 我们分手就分手 你们会后悔的 为什么会这样 呜呜呜 为什么会这样 哎 那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去凑凑热闹吧 看看有什么好事 你们这些人真爱事 都给本美女让开 居然有这种好事 怎么少得了本美女呢 回家去拿奥吧 我记得奥被我埋在 我家院子里的的树下 去箱子里拿铲子吧 呼 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了啊 这样也不够啊 去闺蜜家借些奥吧 在吗 鬼鬼 木儿 进来吧 鬼鬼 这是谁啊 这是我的新闺蜜 我们绝交吧 你那么穷配不上我 鬼鬼 可是我们认识十几年了啊 丑八怪别叫我龟龟了 我们已经绝交了 箱子里有一百万你拿去吧 别来烦我了 行 绝交就绝交 我也不稀罕 减Œ 不要把这些垃圾都扔在你的箱子里 拜拜 再也不见 老板娘,我要整容 好的,一共要十五万 你个穷鬼,打折了你也付不起 嗯,切,我有的是哦,别勾眼看人的 抱歉啊,请这位小姐去二楼整容室一号房间 嗯,这老板娘变脸真快 请躺在床上 嗯嗯 小姐,手术非常成功 谢谢,哇,成功了吗 我变得好好看,声音也变得好好听 诶,赶快看看我长什么样 没想到我还有变美的一天哈哈 那破房子也不要了,去买套新房子吧 您好房东,我要买一套房子,要豪华的 好的,一共要七十万 哦 你要是在箱子里,请拿好 还有你的房子就在前面右转就到了 好的,谢谢 这就是我的房子了吧 好大好漂亮哎 赶快开门进去看看,激动死我了 哇,我终于住上我梦寐以求的房子了 真不可思议AAA,去参观参观我的房子吧 好大的院子啊,还有一个池塘 HHH,这床真软 呵呵呵,景晨 小柔你们两个渣男舰女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们付出惨痛 得代价的,是时候复仇了哈哈 呵复仇了,呵呵 我要让你们身败名列 去杂货店买两个监控和电脑 把它们录下来发到网上哈哈 老板娘,我要一个电脑和两个监控 多少R? 4500R 好,好的 这个奸商商这家店早晚会倒闭 要不是只有这家店 我才不会来这买呢 那渣男舰女刚好出门 真是天着我 也等他们走了再进去 终于走了 真是浪费姐的时间 那渣男家怎么多了一个保镖 硬闯肯定闯不过 对了我可以假扮那舰女 去那商店买那件舰女的衣服吧 就是这件 赶紧去11间试穿看看 衣服尺寸正好合适 去负2 老板娘,我就要这件了 好的,需要3502 嗯嗯,没想到那件你衣服穿得那么好 好,拜拜 Cos deuxième Kingdom 警胡 您刚才不是和警总出去了吗 谁 我落了一件东西回来取一下 好的 赶紧把监控装好 就装在这吧 这应该很隐蔽了 装完监控赶紧走 不然久了那个保镖会怀疑的 回家再把电脑往监控连接就可以了 就把电脑放在桌子上吧 剩下的一个监控先放在箱子里当备用 OK连接好了 好嘞A浅浅的睡一觉吧 晚上醒来再看看 爱麻睡过头了 快去看看电脑 好真恶心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上那渣男 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哈哈 发好了 HHC 等明天的消息吧 不要让我失望啊 早上了 快去电脑上看看 呼 不要让我失望啊 HHH果然没让我失望 这条视频竟然上了热搜 我要看看那渣男剑女怎么见人 此时这两个大聪明 还不知道自己上了夜守 导宝 好我陪你去逛街吧 好的呢 景晨哥哥 走吧 那不是上了热搜的警示集团董事长景晨吗 哦对对对 小小年纪居然会跟那种事 那女的凭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勾引景总 就是就是 总之就是每一个好的 景总 请问网上的视频是否真假 如果是真的话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够了 导宝 我们走 白秘书 景总 有什么吩咐吗 把这热搜给我压下去 还有去查查那视频是谁发的 一定要把那个人给我揪出来 好的 景总 去卧室找找那监控 以防再次被偷窥 找到了 哈哈 你跑不掉的 他不会发现我了吧 不可能算了不想了 妈的 我的复仇计划失败了 唉 出去散散心吧 请走 白秘书找您 他在一楼在您的办公室 嗯 好的 找到那人了吗 找到了 是一个叫木儿的女孩 她之前长得很丑 前几天整了容 还买了一套房子 木儿 不是那个红脸膏吗 呵呵 有意思 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 好的 我知道了 咦 这不是那渣男吗 他怎么过来了 你好啊 请问 美女贵姓 认识一下 我叫景晨 他身材真不错 而且很大 有喝 那渣男肯定是看到我身份了 那好姐陪你玩玩 我叫木儿 好的木儿 我请你去吃饭吧 暗暗 这景晨的脸仔细看还蛮帅 帅呼呼呼 这次我不会被他的脸表给骗了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我来复二吧 我家就在前面 明天你有空来我家 嗯嗯 好 拜拜 好嘞 早点睡觉吧 明天还要去渣男家呢 顺便再看看我的好妹妹过得怎么样 都九点多了 赶快起床 今天我要打扮得漂亮一点HH 就穿这件吧 爱马 我真好看 赶紧去景晨家吧 我都迫不及待想见那件女了 为了安全起见 去杂货店买个稿子吧 老板娘 我要一个稿子 好的 要52 这家店还是一如既往的黑黑 在吗 景晨 木儿 进来吧 景晨哥哥 这是谁呀 他是木儿 来我们家做客 你们认识一下吧 我先去做饭 哦 好的 我会跟他好好聊的 我的好妹妹 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还当上了总裁夫人 谁是你的好妹妹呀 还有我跟你说 别和我抢景晨哥哥 他只能是我的 我就是你的姐姐木儿 还有谁想跟你抢 你个丑八怪 怎么变得这么好看了 饭做好了 你们快吃吧 好的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那个木儿 你来我房间一下 叫我去他房间 准备有好事 姐要看看 你要耍什么花招 好吧 有什么事吗 宝贝 你长得真好看 你的柔柔宝宝来找你了 那姐就走了 拜拜 锦晨哥哥 我有件事要处理 出去一下药 可能要等到晚上才能回来 嗯 宝宝 你去吧 呼 他们两个终于走了 地下室看看我的宝贝们 哈哈 宝贝们 想我了没 都怪小柔 搞得我没心情了 等晚上再来找你们玩 真是意外收获 没想到渣男家还有一个地下室 他走了进去看看 你 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是被那个警察骗到这里来的 还每天晚上 还强迫我们做那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小妹妹 你长得这么漂亮 他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是你 没想到他那么变态 姐姐呢 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你 后面 啊 头好晕 想救他们 你已经没机会了 哈哈 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 真不惊打 这就晕了 今天就选你吧 哈哈 哈哈 身材真好 给我过去吧你 等晚上再来看你们 思 腰好痛 我怎么被关起来了 小妹妹 你终于醒了 她刚才把你给 呜呜呜 本来是想复仇的 这下好了 没了清白 哎 我背包里有搞紫 姐姐们 我先逃出去 你们先待在这里 免得打草惊蛇 我记得之前买了两个监控 还一个没派上用场 赶紧去家拿来装上 找到你了 姐姐们 为了收集证据 就先委屈你们一下 嗯 你赶紧装好她要来了 嗯 就装在这儿吧 赶紧回家把电脑和监控连上 赶紧打开电脑看看 宝贝们 我来了 这个木儿 怎么逃走了 不管了 今天选谁呢 就选你吧 嘿嘿嘿 不要啊 赞抗是没有用的 给我出来吧 你 亲一个妈妈 真不错 不要二啊 你 你会交到报应的 哈哈哈哈 你越反抗 我越兴奋 身材不错 X也很软 嘿嘿嘿 不错不错 哦 真恶心 这下证据全了 赶快拿完电脑去报警 警察我要报警 警市集团董事长景晨 侵犯了好多女孩 那些女孩就被关在景晨家的地下室里 这是证据 好的女士 我们会去调查的 我们会在明天早上到达景晨家 嗯 谢谢 等明天警察的消息吧 早上了 警察应该去景晨家了吧 去那渣男家看好戏 咦 警察怎么还没来 应该是有什么事耽误了吧 先去把姐姐们救出来吧 姐姐们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趁那个渣男还没发现 我先救你们出去 我已经把渣男给撬开了 你们跟紧我赶快出去 快点快点快点 不要被他发现了 呵呵 你们想去哪里 哈哈 你们跑不掉的 怎么办 被发现了你 你不要过来 不许动 把他给我抓起来 警察同志 请问我做错什么了吗 放开我 别狡辩了 证据已确凿 跟我们去警察局吧 谢谢警察 女士 那我就先带走他了 嗯 呼 幸好警察来得及时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真的是谢谢你了 没有你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用谢 我复仇时 顺便帮助你们罢了 你们快回家吧 嗯 拜拜 今天天气不错 去散散步吧 听说了吗 警示集团董事长景晨 居然过劳了 啊对对对 他坐牢也活该 之前我也有点欣赏他的 但现在想起来恶心的要命 艾玛 差点忘记那个渣男了 去警察局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HH 你好 警察我是囚犯的朋友 我来看望一下他 嗯 好的 你进去吧 这不是那警示集团董事长景总吗 几天不见 这么狼狈 莫 莫儿我知道错了 求你放我出去吧 你有现在的后果是你最有应得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你就在这里度过余生吧 HH 不 不要啊 你不要走 我听别人说自从渣男进监狱 那剑女就被赶出了家门 现在只能 待在她的起盖窝里 去看看 哟 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 你不当你的总裁夫人来这干嘛 你不要再说了 都是因为你 把我的警察哥哥还给我 音音音 到现在了 你还死心不改 我看你是我亲妹妹的份上 本来想收留你的 但现在我不想了 姐姐 不要 我 收留我吧 我是你亲妹妹呀 我不想再过这样贫苦的生活了 你忘了你之前是怎么对待我的 我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H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